本届拍卖会及金雕佛像,中国古代现代绘画作品,以及陶瓷青铜器等精品于一身 而且为了方便广大买家,特地将拍卖时间从早上十点改为晚上六点 从现在开始,我们改为星期六晚上六点钟开拍 因为什么在晚上六点钟开拍,这是我们第一次 收藏家林极光介绍,此次拍卖会上将出现一件战国时期的天然绿水晶辟邪百件 辟邪身躯壮硕,匍匐于地,昂首向天,神态威武 由于该拍品通题采用绿水晶打造,在灯光下会透出金银优绿的光泽 林极光说,他此前从未在拍卖市场上见到过绿水晶制品 由此可见,这件辟邪是难得的存世佳品 书画一直以来都是贞观拍卖会的重头戏 此次夏季拍卖会还会提供包括明唐银、青正板桥、郎世宁 以及近现代画家徐悲鸿、张大千的绘画作品 也必将吸引众多买家竞价 包括明侨、唐八福的山水 所以还有杨州八卦的、剑榜桥的、李强的 我们这次都有的 还有其他的现代画,包括徐悲鸿、七八四、五昌十 这些东西我们都非常,还算是精品的 此外,这次贞观夏季拍卖还将有包括紫砂壶工艺美术大师 顾景周的一套罕见的《红楼梦十二美人紫砂壶》在内的多件精品紫砂作品 以及来自明永乐年间的铜流津田法郎彩世家牟尼座像 这座佛像头上有高际、面露慈祥微笑、结佳夫座、体型优美 袈裟以珊瑚红色和天蓝柚的法郎彩填充 色彩瑰丽、工艺精美、其拍价为一万五千元 本次拍卖会将于纽约时间6月9号星期六下午6点在曼哈顿西56街39号举行 卖家可清零现场或登陆真光网站同步参与竞拍 美国中文电视王一一、徐晶晶纽约报道